中医认为,无液,也就是人的泪、汗、咸、涕、拓五种液体,分别对应人的五个脏气。 在素问全名五七篇,有仔细的解释,五脏化液,心为汗,肺为涕,肝为累,脾为咸,肾为拓,肾为拓,是为五液,也就是说,通过五液就能看出你的五脏是否健康,你百分百健康嘛。 一、泪,胃肝之夜肝开啸于目,肝血及肝之今夜充盈,易于目翘则被泪,泪可滋润眼目,若肝有病变,就会从泪的异常表现出来,泪少而眼肝,胃肝因血不足,因滋肝养血,即恼怒,移清补,迎风流泪,两眼发痒,胃肝经受风邪,应少用眼,保持清洁,也可用眼菊花,桑叶尖水熏洗,泪热发眠,两眼未光作痛, 胃肝经有热,可用棉签沾水,擦拭泪囊处,一天数次,即食辛辣刺激性食物,并保持大便通畅,使热血有下泻之路,老年人气血虚弱,肝肾因虚,常会流泪不止,建议滋补肝肾,补气养血,加强营养,节制防湿,二、汗,胃心之夜 它的排泄在生理,尚会受到心神的控制,比如,感觉冷时,毛翘必合而无汗,天热,运动或易被过后感觉热时,则毛翘大开而多汗,汗的异常主要有自汗,倒汗两种,心阳不足,心气虚,不能守住心夜,则见自汗,此时,因补气补羊,羊虚患者大多行寒怕冷,意外感风寒, 所以室内温度宜偏暖,且要温补调理,继续患者宜注意休息,建议可以用大枣五枚,黑豆30克,黄芯60克,煎汤150毫升,一日两次口服,同时注意脊居有长,心阴血不足者容易出现倒汗,这类人饮食药以轻补为主,即食辛辣,如羊肉,辣椒,姜葱等,倒汗患者体质多热而偏少,故事温 第一偏低且湿,三,咸,胃皮之夜皮开窍于口,皮之阴晶尚不于口,则胃咸,主要用来溶解食物,助消化,脾胃虚弱者可表现胃口淡乏味,恶心且口水多,因温中健脾,既寒凉,多热食,给胃碗不热敷,也可不将汤或糯米粥,加红枣树莓食用,胃火盛可表现胃口干咸少,这类人几时辛辣刺激之品, 要多吃水果,新鲜蔬菜,清凉饮料等,也可用麦冬,杀身兼水服,四,剃,未被职业肺开窍于鼻,肺之今夜充盈,出于鼻翘则未剃,鼻涕可滋润鼻翘,使其保持畅通,保证呼吸和嗅觉功能的正常,肺的病变可从鼻涕的异常表现看出来, 如肺阴虚者可表现未鼻肝无体,建议将室内温度调低些,并保持一定湿度,用银耳50克,百合30克,杀身30克,蜂蜜一勺,温火炖半小时,煎汤150毫升,一日两次口服, 既辛辣,油炸食品,因风寒导致肺气失旋者,多表现未鼻流轻辟,这类人所处室内,应保持空气新鲜,但要避免风寒再洗,中药移热服,服药后颈握,该被或喝热粥助汗已驱寒,硫磺啄鼻涕的人应轻被陷热,中药移良服或微温服,并多吃清补膳食,注意保持鼻腔的通畅,五,拓,未渗之夜甚气旺盛, 甚至阴京上充于口味拓,有湿润口腔和溶解食物的作用,拓液的异常变化,可反映肾的病变,口苦口干绍筋,腰细无力被干肾阴虚,可用枸杞子,杀肾煎汤服用,同时,调节情质,注意休息, 既辛辣刺激食物,既烟酒,多拓或拓液清冷多因温凉沥水,建议肾起居,防外感,保持皮肤清洁,多吃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